我们要接听一下姚雄的陈先生 请说 喂 请说 主持人大家好 我要讲啊 你们说那个女性的选民啊 都比较支持那个马英九 我不这么认为啦 因为马英九只剩这三年都来啊 采米油盐酱猪茶 民生必须请选招家 我相信啊 那个妇女啊 如果去菜市场买菜啊 或者是在大卖场买啊 这一点来做观察的话 我认为中国国民党的妇女选票 明年一定会大幅的减少 再来我讲到那个农民年金 从316加到1000元的事情啊 我认为中国国民党 怎么做事都做半套呢 还要排布 还要一半以上 都要由地方政府买单 这样子农民有收到优惠吗 为什么 公共人员加青三八就不用排布 还有那个老农民 加六百块也不用排布 为什么只有单单农民 农民的人命比较贤吗 还有我要讲啊 那个那个蔡英文 如果明年1月14号当选总统之后啊 5月20号就职啊 要做四点事情啊 第一点就是司法的大改革啦 第二点就是改善人民的经济啊 然后引财商回流 然后投资租税产业 然后帮助他们提高就业率的多元化 然后第三就是清算中国国民党不公不义的党产 包括马银九的那些司法的案件 第四啊 用聪明的智慧啊 跟中国大陆啊 做良好的关系 不破坏台湾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学术交流 以及对全世界也一样要跟中国一样 推动经济学术文化交流 让台湾才能走出去啊 以上的意见发表 谢谢 谢谢陈先生 来台南的叶小姐请说 喂你好 喂你好 我昨天有去看那个台湾的电视 它是一部非常感兴的片 对着那个话筒讲大声一点 喂你好 谢谢 我昨天有去看那个台湾的秀 它是一部那个非常感兴的片子 它让我们了解历史的重要性 它见证的不只是甜妈妈的爱情 还有见证了前辈们的奋斗 看到他们的努力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是那么的幸福 一直以来我都只有在口头上 听到大家讲国民政府以前的可怕 但是我看了这部片之后 我才了解到这个政党是多么的可怕 如果我们不多加努力的话 是不是我们也会重蹈覆车 是 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捍卫我们的台湾民主 继续的来改变这个现况 支持小英 支持这部片子 这样台湾才会有希望 台湾加油 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叶小姐 来屏东的干先生请说 干先生你好 主请是台中的来宾大家好 我有两点意见 大家上课看看 第一点 国民党提出弱宿主请 为部分期的理位 表面好情情是恶目一新 而且战战主席就是改革 其实只是演员恶目的作法 企图演示三年多无能的作为 如果真正说要重视这历史的生因 三年外 国会信资产的设处 怎么不反应呢 没错 为什么算计较 才听到他们的生因 人民你们还要相信 第二点 国民党的 全靠合作 都说民进党是贪腐的政党 可惜 直接的手法减调 监察党的转络 法庭仍然我阿弥翁 抓在关那里 以前很多的案组 告罪 最好好像都没有罪 像高杰 80万等 国民党拥有无愿 以及针对没有国家化 像极权国家秀赏 你说这 像我们的体制 有公民和正义 人民是否期待 有一个合理的体制 好 谢谢甘先生 新北市的戴先生 请说 喂 请说 喂 您再介绍 大家好 我曾有看到评论 一开始我会解释 是不是2008年 那个重播 马英九说的话 好像跟2008年一样 好像有措断 那些指引说 蔡英文的团队 她说团队怎么样怎么样 那马政府现在的团队 败家 服务能 宜臣 如果还交给你 交给这个团队 还不然会比较死 所以你指引人家团队 但是你要指引你自己的团队 是什么 是你自己说的哦 不是人家跟你批评的哦 你说 蔡英文的团队 刚才那个 罗淑磊说 陈其迈 陈其迈怎么样 这样有一种那种 污蔑的那个嫌疑哦 所以不要这样软软说 还有一点 特色 你说阿扁有一条罪 有定罪了 是不是要特色 那就表示说阿扁 另外的案子都没有罪 就是这一条要不要特色 关于他在审判 在下面还有几条罪的话 那就要特色几次啊 所以他猜忍说把程序走完 这是学法律的人应该知道的 好的 我这个不是学法律 谢谢戴先生 来高雄的魏先生请说 哎 主持人 各位来宾 大家 阿曼大家好 啊 沛民小姐 我三点说完 第一点 咱们这点的会 应该是叫做政见发表会 这条 所以呢 这个马英九的 三票 很多问题 我感觉说 他这不成功了 我记着 就当时 我记住 签这个 英格华公 如果签不下去 会让很多国家 跟我们签FTA 现在已经三年完 要四年 我们跟一个国家有签FTA 韩国已经跟美国签FTA 然后你看 这个民生问题 物价上涨 民生凋避 你看那个市业率偏高 我们的失业率是 亚洲四小农跌的呢 比日本还更高 你看 所以 这里面的问题 很多庆祖难输 竹樊不及被宅 第二点 这个马英九 岩必贪贬 他说就要说到阿扁了 他向怀念阿扁 叫他不用急 明年政党论 阿扁 旁边还留一间在等下 他就要说 他很多案的 是怎样的蔡民众在那个法院里面说 有1500的政治现金是怎样的 他都没报 阿扁不及呢 山中啦 国花案啦 很多 所以喔 拜托会告示 政党论帖 他不可以走的 不可以坐 多少拼出来 第三点 马英九在说 那个国民党是一个百年的老店 所以他的报告很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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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表示说你今天你国民党和今天都没改变嘛 是不是这样 他在说那个民政党是一个贪腐的政党 拜托会 当时喔 那那个民政党一间落台的时候 那不是你不要叫做总统阿玥 因入人于罪啦 阿你看 他利用司法 美帖 跟这个立法委员在那里做一个 那里做一个 那里沙拉 在打击那个民政党 那让人民有一个策隔 所以让人民来说民政党是一个贪腐的政党 我提一个 啦 董事八年我们邱义人的案 人家估计人不要不追啊 现在怎么又跟他们说 哦 那些邱义人 是那个贪腐政党里面 在他们的团队里面 是 哦 那里发贾重庭 那个高杰的笔案 你还看董事的造力量 他是捷運机场的 也是这样的 会跟他们说 他们的国民党在奥迫 就是我来跟你告 你就表示你有罪了啦 你就是贪腐啦 结果他们造力量 他不要不追啊 啊 你像那里面 最衰的 六甘局党 那也是棋属 结果他赐头了 结果现在的实验呢 像这个 你不用让平安共同 你 真的是煮饭不几备宅 铬小卫先生 谢谢你 来 桃园的陈小姐 请说 大家好 我要请问罗淑雷 马英九三年 做这三年半 让人民无感 请问他的治理团队 还是这些人吗 我要反问他 第一个 第二个 资源分配不公 少数人得利 请问无薪教 如果合法的话 请问马英九 你自己先使用吧 第三 替自己加薪 请问马英九 你是弱势吗 你不用排富吗 别人就要排富 你就是蔡英文所说的 没有同理心 四分之三的国费 现在才涨到什么叫弱势 过去为什么不做 还有 请问马英九 你现在要打恐吓牌吗 股票会得到五千八 我请问你 现在就已经很多人 被你害惨了 还等到五千八 我怀疑过去所得到的鼓励 就是您放空的 谢谢 去查查看 谢谢陈小姐 相当犀利 来 新北市的江先生 请说 江先生 您在线上 喂 徐国庸 你建议蔡英文 你要去查看 姐姐 你们在线上 看出没有人 他在线上 看出没有人 就只能去查看 对不对 会议蔡英文 这就是 你在线上 八 fired 赶紧 说好 他说他输 里面 就是民进党 是贪污 的 他们贪污 他们都外拨 他说 我們給日本本宮的名字多好 他第一名名字是黑金的 也是他跟他說而已 黑金算什麼人第一名 王金平啊 對,王金平第一名 他還拿他做黑金的 這是怎麼說 多好 你創的文字還說 黑金還說 這些事情也說 好,謝謝江先生 廣告之後我們更多討論 帶您來看看台灣精神指風車 馬上回來